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类比安系设计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两种拌波的整流器 分别是由OPAM配上一个或一个以上的Diode二极管所组成的 它分别能够在V音是正的半部或是负的半部 达到一个线性的转移的曲线 另外一半就归零了 比方说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直接把它画在这里 今天我们介绍这两种东西的组合 组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全波的整流器了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呢? 其实是可以的 我节省时间起见 我已经画在这个地方 上半部的特性是它 下半部的特性是它 对不对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把R1和R2的值设成一样 设成一样的话 这个斜率就是-1了 换句话讲 这个地方是正1 这是一个-1 这个input不管是正的或负的 出来都是它的绝对值 它是一个绝对值的电路 这样子的电路可以做成一个全波的整流的电路 这电路看起来没什么呢? 其实是很有学问的 我们在里面做一些分析 让各位比较清楚它的具体的操作 好 跟上一讲呢 我们所熟知的东西是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呢先确保一下 不同的操作底下它是做什么事情 vn大于0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事? vn大于0的时候呢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要作动嘛 对不对?下面这个东西呢 没什么事 上面这个东西作动的时候 vn大于0它是正的 它是正的 那怎么样? 电流是正的 这个地方呢 比你高一点 但是呢怎么样 这两端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 复回收的 这个回路呢 是存在的 那电流呢 也从这边流过来 这个都一样 下半部呢 下半部呢 所以我们先写一下 A2这个loop 它会让Vout跟Vin是一样的 这没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达成这样子一个概念 这没问题了 下半部呢 我们知道 副端的时候 副端的时候 对不起 正端的时候 在这半部的时候 它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是正的电位 这里是正的电位 不要忘记了 这里都是双端操作的 古典的 传统的 正负VCC之前操作的 运输麻辣器 所以这里是正的 这里是正的 那它怎么办? 这里得要归零 那怎么办? 电流就这么从这里流下来 流下来 能不能从R2这么流过去? 不行!我说过 这里的电位 跟它的电位一样了 我已经往下流 流到0了 怎么还能逆流而上 对不对? 所以肯定是从D3的地方来 流下来还流到哪儿去呢? 可不可以从这个地方回去? 当然不行 我这里是负了0.7V了 所以这个时候 VA 你负了0.7V了 负0.7V呢 还能在顺流而下吗? 不可能了 这个地方是正的电位 所以它也没有了 它是逆向偏压 所以唯一可能的路径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流 通过R3 这个D3流回去 流到A1 A1自己就把它给吞了 流过A1底下 所以我们可以再写一下 R1 都是怎么样? 透过D3 在作用 对不对? D1呢 D1是off D1是off的状态 D1是off的状态 好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就是V要小于0 冰小于0 冰小于0的时候 我们得从头来 再检查一下 它电流以及电压的状况 好 所以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 Input 是一个小于0的状况 负3V 这边就正的3V了 所以我们知道 透过下面 之前的研究 下面A1起作用 A1起作用会怎么样? Output A1 会Function 它就起作用了 A1 Function 所以Output 会等于负的Vin 正好成一个反向 的一个特性 对不对? 这个时候其他电路在做什么呢? 其他电路不做什么 它Input是负的 所以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这个地方是负的 这个地方是正的 哎呦 A2它自己本身的负回收被打破了 对不对? 我这个地方是正的 所以我这个OPM它的负端 比正端还要来得高 高了好几幅呢? 负端比正端高这个地方呢 就跑到负的VCC去了 所以A2就怎么样? Saturate Saturate到哪里? 到负的VCC去了 负的VCC去了 所以B 任何一个OPM 运动放大器呢 它在正负VCC之间的这个值呢 唯一可以存在的条件 就是你这个负回收是存在的 现在这个东西已经被打破了 负回收的情况为什么打破? 因为这也是负的VCC 我D2得要比负的VCC 来得更低0.7V 它才能导通啊 这里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不可能它是一个正的 V因是负的 V要是一个正 它正好几幅呢 对不对? 所以它也是什么逆向偏压 逆向偏压 就等于是开路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呢 负回收已经被打破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步骤 下面这个 这个电流呢怎么流 这里是正的 对不对? OPM是正的 这里是负的 所以一定是由A1 它来提供电流 提供电流 透过这个东西呢 流过来 流过去 对不对? 流过去本身 这个D1 正向偏压 对不对? 流过来这里 所以它是正的 它从这个地方流过来 然后呢 缤分二入 有一部分呢 透过这个东西给负载了 建立它在UP的电位差嘛 对不对? 这是正的不是吗? 另外一部分呢 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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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归零了 这边是负的 那就没问题 对不对? 就满足了所有的条件了 所以是这么流的 电流这么流过来的 电流是这么流 D3有没有事情啊? 没事 D3是OFF的状态 它能不能导动 不可能的吗? 这是零伏嘛 对不对? 这里呢 VA 所以我们说VA啊 这种情况底下呢 VA 还比OUTPUT 要高0.7V呢 对不对? 它是一个正的东西啊 这是零啊 对不对? 逆向偏压 它也等于不存在一样 它也等于不存在一样 好 那这两种情况呢 D3好像隐含了 你其实可有可无啊 我就把你拿掉 把你给拿掉了 可不可以啊? 我们再检查一遍 你必须回过头去再检查一遍 原来 第一种情况的操作的方式 我现在把D3给砍了 左右两边一剪 把它给拿掉 拿掉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跟刚刚的操作就不太一样了 如果拿掉的话会怎么样? 第二种情况当然没问题 因为它本来就是off的嘛 这个时候呢 D3是off D3是off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D3是off 刚刚看到这个情况 D3是off 那你回不头去看第一种情况呢 上半部操作没问题 下半部会怎么样? 下半部就不能再这么流过来了 因为没有地方让它导通 没有地方让它导通 没地方导通也没有关系 这里是正的 现在我们再看第一种情况 再看第一种情况 这里是正三伏 这里是正的三伏 像这样子一个例子 这里是正的 这是正的 那它呢? 又被拿掉了 行不行啊? 其实也可以 对不对? 这里是正的 这里是正的 所以这里也没电流 所以基本上没有电流流过R1和R2了 这里的电位呢 也是正的三伏 跟Vin跟Vr是一样的 怎么说它没问题呢? 它本来就应该是saturate 这个地方 负的电压 负的input 是正的 负端比正端来得高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种情况呢 这里也变成负的Vcc了 这是一个正的电位 对不对? 这是负的Vcc 所以D1有没有办法导通啊? D1也没有办法导通 它也是逆偏嘛 D1要导通 你这段电压 得比负的Vcc 还要再更低0.7伏才可以 显然办不到 因为这边是一个正的电压 所以它也是逆向偏 它的逆向偏 等于它没有 基本上这个东西不存在 它也是saturate的一个状态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modification 这样子一个观察之下 不影响电路的行为 因为电路在第一种情况底下 上面这半部在主导 所以你把它拿掉了 我就是 里面内部的电路动作一下 它saturate掉了 saturate到负的Vcc去了 于大局无损 跟大局没有影响 对不对? 你上面跟下面 还是成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Vout 跟Vin 变成它 跟它 对不对? 变成一个全波的整流电路 变成一个绝对值得点了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你把这个D3给拿了 不要紧 没有关系 事实上反而更好 除了它会变成saturate之外 saturate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操作的速度没有很快 一半是它操作的时候 它是saturate 它操作的时候 它是saturate 所以相安无事 对吧? 那你拿掉的时候 你还节省电流呢? 刚刚在第一种状况的时候 还得有电流流过来 现在人家的电流都免了 所以节省了功耗 所以可以把观察的结果是怎么样? 可以把D3给拿掉 它不需要 它不需要 可以把D3给拿掉 所以这个电流的最后 就变成这样子一个东西 D3就没有了 就这么一个元件 所以它可以变成一个正负VCC 之间操作的古典的 两个OPAM的作用底下 加了这几个电阻 它就变成一个全波的整流电路了 这边全波整流电路 好 这个是全波的整流电路 跟它高度相关 还有另外一种电路 这东西叫做 Peak Detector 所谓这个峰值检测器的电路 跟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减波器 也就是这个整流器 是高度类似的 非常相关的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说明 Peak Detector 我们知道要剪拨呢 你基本上就是从一个Diode来的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是这么做 我有一个Diode 这边有电容 Diode是个单行道 二极管嘛 你能进不能出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呢 越走越高的时候啊 我们知道 Output跟Input之间的关系 假设Input是这样子 那我Output会怎么走呢 Output一定是跟着你走 你往上爬的时候 我就跟你往上走 但是我都比你掉一个0.7V 0.7V 你往下走的时候呢 对不起 我不能跟着你了 对不对 假设没有路径来对它做放电 所以它就会一直停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逆向偏压 是很小很小的电流嘛 这逆偏的电流 忽略不济 忽略不济 所以这么做 你往下的时候 我都动不了 我闻不动 直到你下一个超越我的值又来了 又怎么样 又把我带上去了 我都紧紧的跟随你啊 跟随你0.7V啊 就这样子 对不对 这样子一个东西 好 这么一个东西呢 最开始的时候也只能这么用了 但是它显然不好用嘛 不好用的理由如下 第一个我有0.7V的这个跨压 0.7V 这边0.7V 这这个gap存在 所以当你电压越来越小的时候 你振幅越来越小的时候 你基本上捡不出来 对不对 0.7V就已经挂在那里了 第二个 它可能有一些漏电的路径啊 它这个地方呢 时间久了一定会drooping 往下掉嘛 因为它这个电流会漏 往下掉 所以你要得要有个 归零的装置才可以 这都不是很好的东西 所以人们就想啊 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做一些这改变 结果就是有的 跟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剪拨器呢 是非常类似的 它用SuperDio来做 用一个opamp 这是正端哈 这是副端 所以之前我们也一直看到这个电路了 只要跟Dio绑在一起 跟Dio扯上关系 这个电路就会变得相当神奇哈 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就跑出来了 这里也是 我们是一个SuperDio 所以它怎么样呢 它取代了这个真正的Dio的这个作用 它是一个SuperDio 所以它在捡拨器的时候你就发觉啊 诶 刚刚这个0.7V的gap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怎么说呢 我是只能进不能出没有错 但是我这个东西啊 进的同时呢 往上拉 往上拉 对不对 我同样一个这个电路啊 往上拉 不要紧啊 我就跟着你 对不对 我这个负回收是存在嘛 负回收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会一直对它充电 充电到这个input的两端啊 是没有电位差的 所以input跟up是一样的 紧紧的跟随你 你往下走我就不动 在这里等你 在这里等你 为什么呢 因为逆向偏压的定流呢 可以忽略不计 也不是真的不能忽 真的可以忽略的啊 很小的事了 很小的事 直到你下一次再来 我逆向我就走不动了 我这地方比你低 低的有什么关系 V因比较低 这地方不动 V因比较低 正端比较低 那代表怎么样 我这东西跑到负的VCC去了 所以变成负的VCC去了 永远就是怎么样 逆向偏压 它就把它挡住了嘛 像开路一样 就没事 直到你下一个周期呢 你又跑了比我高的时候 我再紧紧的跟随你 所以正 用这个复回收的这个 这个loop 复回收的这个回路啊 又重新建立起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完成了第一件事情 我把这东西给取代了 0.7V的gap被我克服了 好 但这个东西还是不太好 第一个我得Dial 绑在外面 我还有一些空间 我这东西也不好归零 对不对 我这sample到的东西我不要了 我得到归零嘛 第二个我这个东西呢 毕竟它只能进不能出 我这个东西呢 当它导通的时候 对它做充电呢还可以 它死掉的时候 它 saturate 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开路啊 像一个开路一样 它是伏接的 它没有接到任何东西 它就靠这个电容绑子嘛 对不对 你后面要驱动一大堆电路 那就不行 对不对 显然会有一个电路 对它就受到干扰 所以你得把这一点给保护起来 这一点给保护起来 保护起来才可以 它得夹在两个东西中间 你后面得做个buffer Unity Gain Buffer 或者其他buffer都可以 这么才组成一个真正的 这个峰值的检测电路 Peak Detector 所以 改良之后的Peak Detector 可以是这么样子 可以是这么样子 所以在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场合里面呢 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以上的Open 比如说老师 那我不得买好多个Open 在这个系统上面呢 不需要 即使你是做一个最简单 最原始的离散电路 使用拼凑出来的 IC所做出来的系统呢 也有DUOR的 或者这个Quad 也就是说它一颗IC里面有两颗 或者四颗 所以一模一样的Open 让你使用 也就是说 不会是一个太困难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我怎么接呢 这个Sampling的电容呢 CH呢 摆在中间 保护住了 前面我弄一个东西跟它挡着 跟前面这个SuperDial很类似 还有这个前面的 这个 这个剪拨的电路呢 相当类似 后面呢 我就摆一个 附的 正的 正的就摆一个 Unity Gain的Buffer 这么一锁回来 Input跟Uppu是一样的 它就当一个Buffer来用 这样来用 所以换句话说 你这个东西可以保护在里面 这个地方必须要送来 R的作用呢 待会再讲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这是A2 这是A1 所以两颗 两颗 这个地方是Output 对叠起来的Pic Detector 好 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看看它基本上 作用跟它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有更好的保护 更好的保护 我们来看看它不同点在哪里 第一个 如果这个Vin是往上升的 要知道这些都是传统的电路 所以它就是在正负VCC之间 做操作的 所以你是不是 就是比0要来的大 这里不要紧 只要你在正负VCC之间 持续往上 那就属于第一种状况 它在上升的状态 上升的状态 上升的状态发生什么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D2 上升的状态 上升的状态 这个地方不动 对不对 这地方也都不动 所以肯定有些寄生电容 你不可能一直动 所以这地方动 动会发生什么事情 正端比负端 那一瞬间要来的高 高的话怎么样 高的话 我就会想办法 透过这个负回收 把它平衡过来 对不对 平衡过来的时候 你这地方比较高 瞬间我比较高 正端比较高 我就是会往VCC的方向 正的VCC的方向走 对不对 持续对它做充电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怎么样 瞬间它就被关了 D2就off 然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 这个地方的电位 我们叫做VA VA的话就开始 D1导通 那就充电嘛 D1 然后呢 VA 就等于 我这边 所有的这个电位 对不对 刚刚这一点 的电位 好我们知道VL跟VIN 要是一样 好 VL跟VIN 要是一样 既然它是导通 它是关 它是没有了 它没电路 它没电流了 对不对 那我这一点呢 我会想办法跟随你 跟随你的话 这两章点是一样 它的电位等于它的电位 这个电流呢 是零 对不对 好 那它的电位也等于它的电位 它的电位也等于它的电位 对不对 所以VA的电位 它在这一点 对不对 VA的电位 这一点就是VIN 这是VL VIN跟VL是一样的 这一点的话 也是等于VL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的电位 是跟它 它有比VL 或是VIN的电位 要来的高 所以这里是三伏 那它也是三伏 它也是三伏 它是3.7伏 3.7伏 3.7伏它可不能导通 当然不可能 因为我这边 透过负回收回来 透过负回收回来 对不对 这里也是三伏 因为OUT也是三伏 没有电流嘛 所以它也是三伏 既然它不会导通 它是三伏 它是3.7伏 正好它不应该导通 因为它是逆向偏压 对不对 我这电位得比你低0.7伏 才能导通 对不起 我现在还比你高呢 还比你高0.7伏 对不对 所以它是逆向偏压 逆向偏压相当于是开路 没有用了 没有电流导通 所以我们说它是OFF的 没有错 D1 D1是导通的 所以VA比VOUT 这加0.7伏是一样的 对不对 VOUT又等于VIN 这也是可以确认的 对不对 好 那你就这么一直充电吧 好 Input 来 往上啊 我就跟着你往上 所以Output 就跟着你往上 好 它就一直做充电的动作 一直做充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CH呢 hold 这个电压 它就一直充电嘛 或是charging 对不对 充电怎么样 它不会瞎冲 不会乱冲 它一定会冲到跟它是一样的 它就停了 对不对 为什么 要不然就会有电流了 就不对了 所以我就一直冲 冲到跟你一样 对不起 冲到跟Input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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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也跟Input一样 因为它要跟我一样嘛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电流 所以这个时候呢 Output就等于Input Output等于Input 通过R的电流呢 就等于0 对不对 通过R的电流等于0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通过R的电流等于0 好 第二种呢 VIn属于下降的状态又怎么样 下降的状态 我也想跟着你啊 对不对 我这是一个buffer而已嘛 所以它的电位等于它的电位 我也想跟着你往下降 但是我没有路可以走 这边是没有电流的 这个地方呢 又是一个逆偏 它很快的 我的电压呢 就要往下掉 对不对 我电压 对不起 我这个Input就往下掉了 我Input往下掉 这个地方也跟着往下掉 往下掉 对不对 我得比你大0.7伏才能倒通吗 我一往下掉 马上就变成逆偏了 马上变成逆向偏压 对不对 再说一次 我这个VA得比我这个地方要高 0.7伏才可以 我毕竟一往下走 这个地方也跟着往下走了 往下走的话 它就变成逆向偏压 逆向偏压没有电流可以流过去 或是电流非常小 所以它的电位就hold住了 它的电位就hold住了 所以VR就hold在之前 它hold得住 它也就hold得住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VR会hold hold什么东西呢 hold前一个peak 的value hold前一个peak 的value 所以到这个地方呢 你就不动了 到峰值呢 然后就不动了 对不对 到峰值后我就不动了 但是呢 不动呢 这个地方一直往下 这个地方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电流要流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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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电流要流过来 电流流过来的同时呢 发生什么事情啊 发生什么事情啊 刚刚讲的 第一种情况 它是一个follower 它的 付回收的机制也在 所以两个东西正常操作 没有人到saturation去 现在这种情况呢 也是一样啊 我这地方往不动 这地方的电压也不动 但是我这里往下降 那怎么办呢 电流给 得流回去嘛 电流给流回去 D1是off的 我们先写下来 D2呢 得导通 对不对 我是这里 这里变D了嘛 我这里还是不动 那电流怎么办 电流是往回走啊 透过这个 R 往回走 往回走到哪里去呢 这个地方得导通 对不对 这个地方得导通 所以我这个Vin Vout VA就等于 这个地方回来 回来呢 没地方去 回来一定又是往这边流 流回来 D1是off的 它也没地方走 所以最后只能怎么样 A1把它给吸收了 A1把它给吸收了 所以这电流从哪来的 从A2来的 A2给它的 A2给它的电流 所以一路这么流回来 这是第二种情况 所以D2是不是导通了 我们看是不是满足所有的条件 D2是导通的 所以Input往下走 这地方呢 还是维持这个复回数 没错 因为可以是跟Input 跟着它走 所以D2再比它低一点 所以这时候VA呢 比Vin 还要再减0.7V 因为D2是导通的 D2是导通的 导通的话 电流流过来 这边是Vin 因为这个复回收还是存在的 复回收的这个回路还是存在的 所以这是Vin 它也是Vin 它这边要导通了 所以我这边VA的电压 比你Vin的电压 在小0.7V VA的电压 比Vin的电压 在低一个0.7V 这个时候D2是导通的 D2是on D2是on on到哪去了 到A1的 肚子里头去了 好吧 好 所以这个情况呢 它还是一个buffer 它output buffer的作用呢 就是unit gain buffer 它还是维持在正常的操作状态 对不对 所以这个电路的特点 没有人在任何情况进入saturation 对不对 没有人进入saturation 这是跟之前的电路最大的一个不同 你看看这一点 我这个input往下走的时候 正端比较低了 正端比较低 所以这个地方呢 负端比较高 它就跑到负的VCC去 它saturate掉了 跑到负的VCC去 虽然我满足这个电路的所有的描述 我这里是负的VCC 对不对 负的VCC呢 它就是一个逆向偏压 所以我就hold住这个电压 因为没有电点流过 还是逆向偏压 所以可以这么操作 但是你别忘了 你从saturation的状态 你要回复到正常的回收状态 你需要时间了 需要时间 不是马上可以回复 它需要一个短暂的时间 让它恢复这个复回收的回路 锁定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我要跟上你的时候 我会比较慢 这个地方呢 没有这个问题了 没有这个问题了 虽然它也可以操作 但是我这个性能肯定比你好 对不对 肯定比你好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任何一个元件 没有任何一个OP 在任何时间点上面 进入到这个 进入到这个 saturation的状态 进入到saturation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的output 永远都在正负VCC之间 是一个有限的值 不会跑到 这个两极去 不会跑到两极去 所以我们写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没有OPsaturation 没有OPsaturation 这是一个不错的电路 好 那讲完这两种 它两大好处 还有没有其他的电路呢 还有呢 这个东西呢 还可以再做一个改良 这个peak detector 峰值检测电路 但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例子 这个电路也是一个神作 相当不错的这个作品 好 首先看一下 它有哪些功能的两个OPM存在 一个是D1 一个A1 A2 这个就我不写了 所以各位应该可以 现在很明确的可以知道 哪个元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 对不对 我一个D一个进来 这边接了一个100K到D 显然它就是把这个input 可以 对不对 它进来的电流呢 可以流到100K到D 你接个10K 50K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这input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A1 A2 两个这个放大器 跟刚刚的接法是非常类似的 一个做 可以开可以关的 这个SuperDial 来使用 另外一个 当作 这个Unity Game Buffer 来使用 对不对 像这个样子 后面这个东西就是Unity Game Buffer 基本上是当Unity Game Buffer 来使用 Unity Game Buffer 它也不全然是 因为它把东西送回去 跟刚刚这个例子是一模一样 好 这里面有三个Dial 一个是D1 D2 D3 它们扮演的不同的角度 A比刚刚还多了一个 这就是有原因的 好 刚刚我们讲的三种Function 你要能够锁定 能够Hold住 不要让任何一个OPM 进入到Saturation去 你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把它Discharge 你得要Reset 你得要重置 对不对 你得要归零 归零怎么办 归零的话就是用底下这个东西 当作一个开关 下面这个电容当作一个开关 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设计 这个地方 Hold的电流的电容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我对它做充放电 这10K也是一个保护装置 你可以要可以不要 不要的话 它流进去的电池 它可以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保护这一颗OPM 至于你这边往下流的电流 基本上是透过这个100Ω来给它 你当然也可以直接对它充电 但是电流会比较剧烈一点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做个东西做个缓冲 把个小电阻在这个地方 同样你放电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 这边是一个放电的这个电路 怎么做放电电路呢 你把这个东西给打开 把这个东西给打开 你可以用CMOS来做 当然可以 但是一般的元件 是Bipolar的一个BJT 那你就这么做 把这边有5V的 假设你有一个5V的控制电路 你用两个东西把它一分 一分为2是2.5V 但显然它不可能2.5V 它一定是开到0.8V 剩下的东西跑到Base段去的 它在一个Saturation的状态 能够吸纳最大的电流 把这电流给吃掉 把这电流给做一个放电的动作 你规定的话 它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它就没有了 所以一般的行为 它在做取样保持 Peak Detector 峰值检测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关的 对不对 当你要做重置的时候 你就把它给打开 重置一次 Discharge 掉了 它就重来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它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操作细节 像刚刚这个峰值的检测电路是很类似的 一样 我们来看两种状态 一种是Vin 是上升的阶段 上升的阶段 上升的阶段 别忘了 上升阶段一定是这个 D1是off的 所以D1一定是 关掉的这个状态 2跟3是导通的 因为它2跟3是一国的 2跟3来对它做充电 2跟3对它做充电 所以2跟3是导通 我们看看这样子行不行 D2 on D3 is on 看看这样子行不行 D2 D3都导通 所以它可以对它做充电 这个没有问题 充电到了最后 Vp的电压 这里没有电位差 所以它的电位等于它的电位等于它的电位 所以Vp等于Vq等于Vout 这也没问题 由于它是off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地方跟它没有电流可以流回来 它是off的所以没有电流流回来 所以这一点的电位由于它保持 没有进入在saturation 它还是负回收的这个状态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等于这一点的电压 这一点的电压等于它的电压 等于Vq的电压 因为没有电流流过这个10k 所以Vin也是跟它一样的 等于Vin 换句话说呢 我在上升的区间 上升的区间 我的一直output 还有Vp跟Vq Vu都是对它所跟随的 紧紧的 紧紧的跟随住 好 那电路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 电路它是off的 所以它没事 对不对 Vin它是上升的状态 所以它的电压跟它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va 2跟3都导通 所以va等于Vp 加上1.4V 这也没问题 对不对 va 比你这一点还要来的高 1.4V 我得比你低0.7 你才能导通啊 我比你高也是逆向平衡 所以它是off的状态 是对的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对的 所以这个状态没错 那第二个是 这个下降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下降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那种情况没有电流流过去 它跟它是一致的 电位是一样的 当你下降的过程当中 开始要下降 D1就导通了 D2跟D3呢 反而是关掉 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逆偏 退不回去嘛 跟刚刚的状况是一样 所以这个Vp跟Vq 就保持了前一个最高的这个峰值 保持在这个地方 hold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电流会往这个地方 倒流回来 因为电位比较高的嘛 我说过的这个东西呢 都没有人进入到Saturation 它还是保持着它的 复回后的这个回路 所以这个地方 要得要有地方可以走啊 我才能跟随你 因为我这个Input 比原来的Output 峰值到Output 要来得低了嘛 你低的话 我的电流一点流回去 流回去 流回去到哪里呢 只能Q1 来接收了 2跟3又死掉了 所以怎么样 吞回到肚子里面去了 好 好 就这么了 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呢 VQ跟 VP跟VQ 跟VOut 还是一样的 Input 就比较低了 Input 就低掉了 VA在哪里呢 VA就不再是跟它们相关了 VA现在跟上面这个回路相关 VA只跟谁有关系呢 Input 在这里 所以它也是Input VA比你Input 还要在低 低0.7V 因为D1导通了 对不对 所以VA 这个电位 这个地方是Vin 这个地方也是Vin Vin 再减0.7V 好 因为它在 导通了嘛 D1导通了 顺流而下 再比你低0.7V Vin 减掉0.7V 就是VA了 对不对 VA等于Vin 减掉0.7V 好 所以就Hold得住了 好 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你想想看 没那么单纯 那我这干嘛做这么辛苦 一定有点特殊的用法 首先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 重置的这个开关 第三点 我们看一下重置的开关 Reset Reset怎么做呢 我比方说我这一方 这样我就Hold 对不对 好 我又第一个来 我又来 再做一下 所以如果这是我的 Input Output 是在这个地方 Vout 对不对 好 那我来这边一个Reset 会怎么样 来一个Reset 在这个地方好了 来一个Reset 长一点 长一点 来一个Reset 来一个Reset 之后啊 这地方马上被Discharge掉了 对不对 很快呢 流干净了 一滴不剩 所有的电流都是流光 流光它的电流就变0了 归0 归0的话 后面这个东西还是保持的啊 所以它还是0 所以很快的 这个Output 这个线呢 我原本在这边Hold 这个东西 我就归0了 我就归0了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因为怎么说呢 我这光归0了嘛 我这个Output 就只能归0 所有东西都变成0的这个状态 不会有其他的条件 这个东西呢 Overwrite 所有的一切 因为这个地方决定它的定位 直接决定后面这个定位 所以跟Input也没关系了 好 你Input放开一段时间之后啊 我又可以跟上你了 这个时候呢 又是要做一个锁定的状态吧 所以假设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 这么画好的 比方说我的Vin长 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就归0啊 归0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我在这个点啊 我就爬上来 好 很快的爬上来 我在上升嘛 正好遇到你是上升 那我就继续跟着你 继续往下走 对吧 好 如果你是下降呢 下降也没事 下降我就看你往下掉头 我就上来之后 我就跟着不动 好 如果这个Input的变化的速率呢 没有我非常快的话 那它上来跟着你看你 你苗头不对你往下走了我就跟着不动 我就把它锁定 你要上去我再跟着你 继续跟着你上去 好 所以是这样一件事情 好 现在有个问题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啊 这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这也是个挺巧妙的东西啊 你想想看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所有的状况啊都忽略了 它逆向偏压时候的电流 对不对 逆向偏压时候的电流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在你第二种状况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电压 我放了一个很大的电阻 放了很大的电阻 强迫这一点的电压 跟VQ是一样的 对不对 在第二种状况之下 VQ是一样的 VQ的 VQ是这点电位 对不对 我强迫你跟你一样 对不对 我把了一个很大的东西在那边 所以你如果有电流呢 你很快就流过去都没有了 你现在都没有了啊 所以一切过于稳定的时候呢 它也不会有电流流过去 它的作用就像你放了一个大的电阻 放了一个大的电阻在那边 所以时间一长 它两端电位一定会是一样的 两端电位一定会是一样的 所以电流有没有流过去 可能在瞬间 tension的状态会有 后面就没有了 后面没有的话 我保证这一点的电位 跟它的电位是一样的 我就知道VP跟VQ是一样的 所以D3的两边呢 没有电位 它是零 所以D3你去细看的话呢 它是 任何Dial都长这个样子嘛 我这 逆向电压小小一个 到这边切过程变成零 然后当电压大到一个程度之后 它就往上边指数型的增加了 对不对 这样一个模型 I等于Is 等上Exponential的 E的 比方说Dial出于VT 或者是VPE出于VT 减1 对不对 逆偏的时候呢 这个是有一个小的电流 可能负的12之方 10的负15之方 10的负14之方 都可能 总之有个漏电流 对不对 我把它强制在这两端电位一样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了 因为它就操作在这个地方 零啊 正好是零啊 除了电路自己本身 其他的途径造成漏电流之外 它不会从D3的倒流回去 所以它可以厚着时间可以大幅的延长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用很小的巧妙的一些装置 在类比的电路上面做一些改善 把这个性能可以大幅的提高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一般人看 看到刚刚它大致的操作也就可以了 你如果能看出它这个 这个一个megaohm它的作用的话 那你就对这个类比电路的了解 就更深一层了 好 那我们这个peak detector的部分 也讲解到这边 我们下一个lecture再见 今天就讲到这里